财金界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概念 不少企业都立刻开展ESG的工作 今日我何美晴带大家来到ESG及绿色金融论坛 期间去例2021的现场 带大家看下各路专家怎么看ESG的发展 当是亚洲和我们国家对绿色金融的需求增加的背景下 香港是很有条件成为区内为绿色企业 和绿色项目首选的投融资平台 香港特区政府十分有决心 去推动香港成为区内的绿色金融枢楼 今届结出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表现加许例 有16间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获加许为2020至2021年度结出ESG企业 另外亦有3间机构获得特别加许项目 除了加许例会场亦有专题论坛 邀请到生产力速进国的官员 学界专家和企业代表 讨论企业创新转型和发展 其实我们都真的资源有限 所以在一间公司里面很多东西需要去看 其实也是说他们的很多企业 缺少了很多的practical tips advice support how to do ESG 另一场论坛就由今法国的官员 ESG专家和财金界代表 分享绿色金融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其实我们这个上升的趋势在2018年到2020年 那个资产规模大概是升了差不多10倍 那么它适合中长线和回报都是不错的 自从2015年起 在香港安排和发行的绿色债券 绿色债务的总额是持续增长的 在去年 我们香港安排或者发行的绿色债券和财款的总额 是达到120亿美元 而截至去年年底 累计的金额大概是有380亿美元的 而传统绿色债券以外 我们都见到全球首批的房地产行业 的绿色可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 全亚洲首批的绿色零售存款证 即retail,sodiacal deposit 全球首批的粤港澳大湾区主题的绿色债券 首批的A股ESG 离岸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以及首批中国内地市政府 在境外发行的绿色债券等等 这些全数我们见到都是在香港发行的 亦可以令到我们香港现时的绿色金融产品 更多样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